還有另外一個話題 現在有一個 大家比較擔心的是 我們死亡有黑數 確診有黑數是一回事 那死亡火化也出現了黑數 大家就會有點擔心 因為從5月1號到16號 根據指揮中心公布的 我們確診死亡全台是232人 台北市是52 新北市114 但是火化確診的人數 超過了500人全台灣 台北是158 差很多 差快三倍 新北186 接近快到兩倍 差非常多 所以在總數來講的話 其實也差了100多人 這個數字為什麼會落差這麼大 台北市告訴大家說 有可能是認定的問題 他說有可能是火化重環認定 可能是別的原因 也把它納進來 還有另外一個 他可能是戶籍地的問題 可能戶籍不在台北 但是你也跑來台北 因為在台北病亡 然後在台北火化 所以可能在造成統計上 可能有一些問題 真的是這樣嗎 但是昨天指揮中心有告訴大家 他坦承了一件事情 這個最主要的源頭是因為 有一個桃園他排隊快篩的時候 突然就出事了 那你就記者問他說 那這個算不算確診 但沒有想到陳時中第一時間 第一個反應 他的這個反射動作 第一反應就說 這個當然不算 後來是羅益軍提醒他說 沒有他PCR有確診 那應該就算確診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在認定上其實非常寬鬆 後來羅益軍也坦承了說 我們是全死因認定 已經把它取消了 如果他是溺水 自殺 車禍這些 有其他死亡的主因 死了之後驗出來他確診 我們就不會把它列為 確診死亡的人數 我想這個才是真正的原因 那我剛剛講到這個陳時中跟羅益軍 不小心梭溜嘴這個狀況 來聽一下這個對話 你說排快篩死亡 後來我好像知道那一位 似乎好像也不是一個確診的個案 PCR陽性 兩次第二次陽性 那當然這PCR陽性 那個當然應該是會算 好 這個不小心 就是也揭露他的心機 算不算他們可能捏得非常非常 嚴格 還有一個重大的改革 是從今天開始 只有收三種人可以住院 所以大家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現在包括中重症 甚至我覺得以我們現在的標準 應該是重症才會收了 未滿三個月的發燒嬰兒 才會收其他疾病 經過醫院來評估 我在想說這個重大的 只收三類人的這個政策 之前就已經很少收了 譬如說基隆兩歲的發燒 42.4度跑了五家醫院 都沒有人要收 那這新制度上來之後 不就更嚴重了嗎 更加的讓人家覺得 會有點緊張 醫療人員說這個狀況是說 如果你中症症多的話 在急診室 就必須要先幫患者插管 可是問題是什麼 因為急診室都是開放的 大概去過急診室就知道了 他根本不要說有隔離 他連負壓都不可能有 所以他覺得因為這樣子 在急診室裡面插管 造成其他人感染的怨怨感染 這個問題非常非常的大 那現在問題很多包括基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基隆問題這麼多 要做話 你說 他那個對可以住院的 那個新的三個規定 他刪除了兩項 一個是36週以上的孕婦 還有一個是75歲以上的人 這兩個都是可以直接住院的 直接住院 那他把它刪掉了 表示他已經警覺到病床會不夠 尤其是北部 所以他不得不刪掉 所以我現在懷孕超過30幾週的 36週 我重症我也不見得可以馬上住院 對 不見得能住院 然後75歲以上我出現 重症都要住 只是說你發燒的初期他不讓你住 對 發燒初期是沒有 我們講的是 重重症是都可以住院 我講的是輕症 可是孕婦跟 你75歲的輕症 跟36週孕婦的輕症 都是可以住院的 可是比較擔心的是75歲以上的輕症 轉重症其實就瞬間 是啊 可能很快 這個大家會不會擔心吧 我可以 還是說已經沒有辦法了 對 不是做得到做不到的問題 是沒辦法 包括基隆 我不知道為什麼基隆問題非常多 包括基隆的婦人處事 包括兩歲兒童找不到醫院 都在基隆發生 現在有最新的這個照片 大家看了真的餘心不忍 用羽翼撐著 為什麼呢 基隆在這幾天裡面都是下大雨 而且是15度下雨 這一位 他其實是89歲 89歲的老婦人 他必須要洗腎 但是他確診了 他就急診外面等 那一整天等 從半夜12點等 等到隔天中午一點多才收治 這個過程是 他就坐在輪椅 在外面那個什麼帳篷區裡面 待了13個小時 下雨 還有這個低溫 不可思議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看了 也讓人家好心疼 在苗栗 70多歲的老婦人 他肚子非常痛 而且你知道有些長輩很會忍 他就說我怕會確診 不敢就醫 可是後來這個掛急診一查 是小腸穿孔 這痛得不得了 居然這個阿嬤他也可以忍 所以我們現在醫療會出現很多 讓人家覺得捨不得的一個狀況 楊明你怎麼看這一些 其實看到這個洗腎的案子 其實我有個朋友 他就發生一模一樣的 他因為你知道現在洗腎 如果你比如說大部分都是在 就近的這個洗腎中心去洗腎 一個禮拜三次 然後如果你今天確診 這個原本的洗腎診所 你不能來了 他會要求你到1922 安排到哪一家醫院去 結果你知道嗎 我這個朋友他的親人 他就打了三天的電話才排到 結果你知道排到的時候 發生什麼狀況 因為太久沒有洗腎了 昏迷了 這個長輩就昏迷了 然後昏迷送醫急救 還沒醒過來 到現在還沒醒過來 就有點中毒的機感 然後這不是單一的個案 還有另外一個個案是已經過世了 洗腎會是這一波 這一波疫情裡面 我們上禮拜也有做過 有一個就是他說他的爸爸 必須一個禮拜要洗腎兩次 但是因為急診已經塞滿了 他們已經超過 那個時候我們報導是 他超過五天都沒有洗腎 他很急 沒錯 其實通常大概三天 四天沒有洗 通常身體的狀況就會開始惡化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現在醫護人力都不足的狀況下 這一群洗腎的病患 加上莫沙東的 只能用在洗腎的病患的藥物 現在好不容易才補回來這一批 所以希望可能夠稍微舒緩一下 這一批確診患者的壓力 當然你說這個火化 火化的數字叫領先指標 因為火化通常多數的個案 會在24小時內就火化 即便他死後才確診 就是一發現他確診 要趕快處理 因為這種法定傳染病 他會有一個實現 所以火化的時間 會比他每天公佈的 要來的領先 這個叫領先指標 每天公佈的 你知道我舉基隆的兩歲小朋友 他5月14號往生 今天 今天的記者會 才把他列入死亡個案 有這個四天的時間差 今天18號了 對 今天18號 有四天的時間差 所以現在我們公佈 每天新增的死亡數 實際的死亡人數 其實已經超過了 每天都會有一個落差 如果今天他的定義 又把它定義成說 哪些不算 哪些算 要由我們指揮中心 按照個案一個一個來認定 那也許 真的有可能 你知道嗎 很多確診者 是不被放在這個裡面的 所以這個議員 我覺得他算認真 就是把這個火化的人數 調出來 然後去對比 發現光是雙北 就多一百粒左右 那所以某種程度 你就要去想 接下來幾天的死亡人數 也不會少 他就有校正回歸 有人在講一件事情 如果說你真的是溺水 或者是輕生 或者是車禍 因為你真正的死因 不是確診而死 是因為這些因素 沒有列進去 是不是可以比較充分 反映出死亡或重症的真實狀況 這是第一個 我講完 那第二個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張蟬泉 他有講過一件事情 他說我們現在統計的 確診死亡的大概是一千出頭 可是根據他的調查 在去年跟前年比起來 所謂的超額死亡 將近一萬五百多人 這兩個數字的差別是什麼 一千多人跟一萬多人的差別是什麼 來 我先講第一個 就是說 在這種所謂的自殺 或是什麼溺斃 你要去思考他是怎麼來的 比如說如果今天他在家裡面 因為生病 我滑了一跤跌倒 然後沒有人救 因為孤獨死 有很多孤獨死 個案他死了 倒在裡面 有人發現了 才發現他確診 那這個案例 你要算他是自殺 還是怎麼樣 你懂吧 有很多的個案 要一個一個去認定 所以這個定義 最後由中央來決定的話 那也許有些個案 是不會被列入了 那第二個你講到這個 超額死亡的問題 現在已經開始了 比如說我們講這個洗腎 我剛剛講的那個案例 很有可能他不是 他就會說 他不是因為確診而死亡 他是因為腎臟的 洗腎的 沒有去洗 導致的慢性病的 就一樣 就是認他死主因的 可是 不是全裂 而是裂主因這樣 所以主要的原因 結果他變成是慢性病 可是我們去年的疫情 其實沒有像現在這麼嚴重 去年就算是三級警戒 都沒有像現在每天的數量 這麼驚人 沒錯 所以現在我們現階段的 醫護的考驗非常 壓力非常大 那個要求我給你補充 我們去年5月15到8月 那個時候 有嚴格限制探視 就是對腸造機構的醫院 不能陪病 結果造成很多人孤獨死 因為他心理可能惡化 就覺得悲觀 那還有另外一種叫做 重大疾病的醫治 因為要把病床優先 挪給新冠 所以導致他的掩護治療 這個叫間接死亡 沒錯 那剛剛那個洗腎 我補充個數據 我們台灣定期在洗腎的人口 有9萬4千人 然後有12%的人有慢性腎衰竭 然後定期洗腎的人 每年以8千人的速度在成長 就是這樣 我們洗腎的健保費 大概每年都要花500多億 560億左右 所以他剛剛講的就是 其實我跟你講廣義包括長照機構 長照機構裡面有很多都是慢性病 弱勢的老人 如果他真的確診 坦白講要領回去 家裡也很不方便 因為那個可能是低收入的家庭 如果領回去的話全家都確診 所以他就會放在長照機構 可是坦白說就是 我聽到一些數據我也不能講 可是就是說 什麼數據 長照現在所有的新聞 你有看過嗎 裡面的原本也不好講 我常常聽到說 哪一個地方的長照機構 一個單位就什麼上百人確診 我跟你講 事實上說美國 剛疫情剛爆發 死得最嚴重的就是長照機構 就養老院 因為他們就是一個群聚的一個社群 而且通常是升級上是比較弱勢 對 沒錯 還有另外狀況 烏惡戰爭裡面 亞素鋼鐵場 烏軍當時說要戰道 只剩下一兵一組都要打到底 但是現在600多人一起投降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大家好 我是謝大洲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 好 拜拜 好 拜拜